抓住台股趨勢 別忘了 各位投資朋友大家好 歡迎收看盤後的股市同學會 那今天這個大盤 投資朋友 真的要非常非常的仔細來聽 那我相信有非常多的投資朋友 非常感謝你按讚加留言 當然還是有很多的這個鍵盤俠 等一下我們再來講好不好 那在線上課程 還有就是跟上我們贏家的腳步 但是最重要的 當然我們今天重點會放在這個大盤 對不對 那我相信每個人 當然這個鍵盤俠 不是說不能當 只是說我是希望說這些鍵盤俠 都是大家好像都是專家高手 對不對 可是呢 曾宏在5月30號以來 我希望這些鍵盤俠可以看一下 我每天跟你解盤的影音 不是說這個漲這個四五天 你就開始來當鍵盤俠 又要送這個白醋給我喝了 我就覺得很奇怪 我希望說這些鍵盤俠 他是 他做多事能夠避開 之前那一波從16811跌到13928 這個2883點 你有躲過你來當鍵盤俠 我就覺得你很厲害 那假設你從這個16811跌到13928 套了一缸子的多單 你來當這個鍵盤俠 因為代表你還是輸家 沒有意義 投資朋友我想這樣對不對 所以我希望說 如果你要當這個鍵盤俠 來送白醋給我喝的話 我沒有關係 我說過 你來這邊留言 不管你是針對曾鴻也是好的還是不好的 那我都虛心的接受指教 但是我也希望投資朋友 你當你當鍵盤俠的時候 你自己有沒有再成長 而不是純粹的當鍵盤俠 鍵盤俠誰都會當啊 對不對 我就說過 如果你真的能夠躲過這一波 你都完完全全的多單都沒有 是在13928才開始買多單的 然後我就覺得你是高手 那假設不是的話 那投資朋友 你自己要好好去反省一下 你當這個鍵盤俠 你得到了什麼 那再來就是這一波 我跟投資朋友講過了 我說 整個大盤 你不要認為說這個地方會來個V轉 我說沒有V轉 包含個股 我等一下會跟你講 為什麼會沒有V轉 只有V彈 V型的反彈 沒有V型的反轉 我說除非是股本很小 然後成交張數也不多 那個才有機會 大盤是不可能的 那甚至於一般的股票也很少 應該是說90%以上幾乎是不可能的 好 那等一下我會拿證據給你看 那所以說這個大盤 之前我就講過了壓力重重 絕對不是那麼簡單 那在這個地方 這個大盤已經反彈了五天了 對不對 那今天的收黑K才會有利於多方 可能很多投資朋友聽不懂 對不對 因為這是比較高階的技術分析 那我就不多做解釋了 因為你可以看 第二道的短壓14812 距離就差那麼100多點 也許很快碰到 也許他連碰都碰不到 就跟當初在這個五月三十一號 來到16800的時候對不對 每個人跟你喊到先看萬七 然後再看萬八 最後挑戰兩萬點 為什麼 因為那時候三天漲了838點 三天 投資朋友你沒有聽錯 當時只有三天就漲了838點 然後再次呢 五天只漲了790 這個791點 所以我希望投資朋友你自己去想 目前為止我說過 假設這一波 你如果這個反彈波這個地方 你如果搶的很漂亮 就在13928 你才去做多單去搶短多 我說你就真的是高手了 那假設不是的話 你只是一路套下來 然後彈了這五天 然後就很開心 基本上那個叫還是叫做輸家 不是嗎 因為你還是套了一缸子還在等 而且呢 成本還距離你很遙遠對不對 因為這邊的極彈 大部分都彈什麼 彈全值股 很多的個股也許有彈了很多 但是大部分的股票 彈大概都在兩層左右 一層15% 上下是最多的 等一下我們就可以看 再來我們看個台積電 台積電你可以看到一個地方 這個地方你要去注意 假設這個地方491塊撕走的話 為什麼491塊那麼重要呢 我在TG已經講過了 我就不再重複了 如果你不知道我TG的 趕快加入到我的TG 我盤中會來提醒你 那台積電491塊如果失守的話 那就代表整個反彈有可能就結束了 台積電的反彈就會結束了 那如果台積電反彈結束 那你認為整個電子股會怎麼樣 那甚至於大盤呢 好 那今天又量縮收紅K 昨天是 昨天的量是比今天的大很多對不對 而且今天量縮成那個樣子 代表什麼 已經快沒有買盤要買了 那就很恐怖了 投資朋友那就很恐怖了 那再來金融股這個地方 還是區間整理 只要不再破頂 就還有機會 這個就不多談了 今天要談的是什麼 鋼鐵股 今天鋼鐵股反而怎麼樣 是在目前為止我所看到的 算是最強的 就是傳產股裡面就有機會 往上開始補彈 因為他直接沒什麼彈對不對 大家拼命反彈的時候 很多傳產股幾乎連彈都不彈 那就有機會了 所以最近的傳產股就有這個機會了 但是你要去注意上面就會有什麼 短壓區 可是我覺得傳產股的賣壓 沒有那個電子股那麼嚴重 所以他也許還有機會 那這個地方可能投資朋友 你手上有的 那就多多少少你可以留意一下 那當然最重要的是什麼 航運股 航運股在這個地方 投資朋友明天他就要去 所謂去挑戰這個短壓區 那這個短壓區有那麼簡單去克服嗎 你看現在這個量 昨天他是創今年的新低量 已經告訴你想要去追價的 已經少之又少了 那今天的量增 還不夠去把前面的那些籌碼給消化掉 所以在往上去的時候 繼續往上攻 攻到短壓區的時候 你認為他是會出現個換手量 還是抓交替呢 就是幫人解套 變成自己解套 我們叫做換手套 對不對 換一隻手來套牢 所以投資朋友 你自己去想 如果你認為這個地方 會換手成功的話 那沒關係 你就自己可能要帶著鋼盔往前衝一下 那假設 你認為正宏跟你講的 你能夠聽得下去的話 你手上有這些 航運股的投資朋友 我想你自己應該知道 該怎麼去動作了 那我相信很多投資朋友在這個地方 我在之前有送這份的名單的時候 你有拿這個名單 不是叫你馬上進場對不對 我是7月10號 我送了一份第三代的空單的進場的名單 好 這個名單是什麼名單 等一下我會跟你講 可是重點來了 投資朋友 你去想想看 我從這一波 應該是說從1680這樣子一波下來 你看我每次就是賺那麼一波 對不對 每一檔股票他擊殺的時候 這是非常的快 賺得非常的快 跟你現在的股票 你反彈 你反彈了多少 投資朋友 你可以去檢視一下 你手中那些套的股票 到底反彈了多少 有讓你解套嗎 那你可以算一下 你自己那些所謂的總損益 你又增加了多少 還是說只有增加那麼一點點 所以我希望投資朋友 你千萬不要因為這次的反彈 你又看走眼了 又壓錯保了 因為已經有很多波了 對不對 投資朋友你進去想想看 我在當時從1680放空下來的時候 跌到15616的時候 我還是有先補 在6月21號 補完之後反彈 我又再空 空完之後跌下來 7月4號我又全部把它補掉 我不是一路空 該補的時候我還是會先走 而且是獲利出場 所以我跟投資朋友講 你在這一波下來之後 一直到13928 我說如果你是多單一張都沒有被套 那我覺得你是高手 對不對 假設沒有 你還是在那邊等解套 甚至於有些人說 很喜歡鍵盤俠送白醋給我喝的那些 每次只要一張就很奇怪 講到這個我還覺得很好笑 16800那些鍵盤俠留言的那個詞 留言的那個詞句 跟昨天留言的詞句 竟然快要一模一樣 你們是複製貼上嗎 我也不知道 為什麼詞句會一模一樣 我也覺得蠻厲害的 所以我希望投資朋友 你應該在這個地方 我說過 你拿白醋給我喝我不痛不癢 但是你有沒有得到真正對整個大盤的一個看法 跟未來的一個規劃 假設沒有你只是當鍵盤俠 我覺得那個意義真的不到 那你可以看像這個金利科也是一樣啊 為什麼金利科在這個地方 連續集團後 然後呢今天出現了重挫 將近快達到跌停板對不對 為什麼 投資朋友 你把K線圖拿來看就知道了 層層的幾套賣壓 就在那邊等你 你認為 當靠這樣子就可以往上衝嗎 這就是為什麼我跟投資朋友講說 我節目一開始我就跟你講 不管是大盤還是個股 沒有所謂的V型反轉 只有什麼V型反彈 因為當你談到一個解套賣壓區的時候 尤其像這種沉重解套賣壓區 絕對不可能讓你一次過關嘛 這想就知道了嘛 所以我先用投資朋友 你可以看嘛 這個金利科就是最好的一個什麼 教科書嘛 好那再來看什麼 深洋半導體也是一樣啊 你看 這一波好像長得很急對不對 跟剛剛的金利科是不是長得很像 結果呢今天 一根下來 這就是轉弱信號囉 為什麼會轉弱 因為前面 因為我的圖是比較接近對不對 你把它縮小 你用周先去看你就知道 那邊其實就有個什麼 解套賣壓在等你對不對 你以為沒有 因為你只看到最近的K線圖嘛 結果呢 啪就掉下來了 所以我希望投資朋友啊 像這種啊 毫無預警的轉弱的模式 你怎麼去應付 那再來看你看力旺也是啊 好 力旺在這個地方 再往上漲 就要去碰到 沉重的且套區 那我想請問投資朋友 靠這這樣子 你認為是打底 對 就這樣子而已 要往上衝 把那些籌碼全部消化掉 你認為有可能嗎 所以投資朋友有沒有去發現 為什麼這些這陣子 電子股會彈得很快 因為在底下的那一塊地方 你看這個力旺就知道了嘛 再往下跌就沒有 沒有什麼人敢買對不對 那邊的套牢的籌碼比較少 所以彈上去就很快 可是呢 再往上的地方呢 那你真的不好意思 一堆人在等級的 那就沒那麼簡單了 其實這個就放到什麼 我跟你講的航運股是一樣的 所以航運股能不能去 衝這個所謂的短壓區 我相信投資朋友 你自己可以思考看看 那當初我跟投資朋友講的這份資料 我說過我每次送給你的資料 不是叫你馬上全部去空 沒那麼多錢 沒可能的事情 對不對 而且呢 我當時也跟你講說 這些股票我送給你的時候 我是希望你趁反彈的時候 趕快跑 就好像當初我在五月份 我連續送了三份資料 空軍名單的資料 因為我知道六月份要大跌了 所以我趕快先送給你 你要趁反彈的時候趕快跑 不是等他跌下來你才跑 如果是說我送給你之後 他就一直在崩跌 你會跑嗎 你也不會跑不是嗎 你當然要趁他反彈的時候 預先跟你講 你才有機會跑不是嗎 那你才能夠跑得漂亮 假設你在五月份 有拿到我那三份資料的那些投資朋友 等到已經來到個壓力區 你六月份先避開了 那一波的下殺 你就少賠多少 那恐怖了 少賠了非常多 因為六月份是 我們台股跌最多的時候 所以我信任要投資朋友 相對的 我在七月中 我在這個地方 送給你這份資料的目的 也是我知道這個地方反彈之後 後面還有一個最後的趕底波 那現在不就機會要來了嗎 現在很多的股票 我這些名單都已經談了多少 15% 甚至於10%左右了 最少都有10%了 那現在這個機會是不是就來了 假設你手上有這些 我第三代的空軍名單的話 投資朋友 你就要注意了 要找這個所謂的反彈的一個壓力點 你要趕快浪槓 而不是一直在看他 等他真的再度啟動跌勢的時候 投資朋友 你又砍不下手 這是一定的 所以我希望投資朋友 當你拿到這份資料的時候 要好好的去利用這份資料 假設你手上還沒有拿到這份資料 要趕快來拿 不管你是透過打電話也好 還是說透過我們的影片下方 我們有個連結來索許也好 因為這邊的反彈 已經要接近到一個 反彈的滿足點 我知道我這樣是講 很多投資朋友又不認同對不對 尤其那個鍵盤俠 可能又要送白醋給我喝了 但是我說過 投資朋友 在股市不是在看什麼 白米短跑 而是什麼 馬拉松賽跑 我相信等到這個所謂的 我講的最後趕底波一出現的時候 那些鍵盤俠又不見了 每次都是這樣 我已經習慣了 對不對 當初這個漲到16800的時候 我說那個白醋是一箱一箱的送過來 對不對 等到集結那一波的時候就不見了 一個反彈又出現了 就是這樣子 所以我希望這些鍵盤俠 你在做多的時候 你真的可以避開這些風險 那我覺得你來當鍵盤俠很棒 因為你是高手 我會虛心接受指教 假設你這一波都在套 甚至於一路套一路賠的話 我說你當那個鍵盤俠 毫無意義 我反而希望你怎麼樣 可以看看真紅為什麼有這種看法 對不對 為什麼我從16800到這個一波 到了一萬3928點 我這一路做空下來 為什麼可以賺這些錢 投資朋友 我說過 全部加起來兩百多萬 兩波 我說十張十張 兩百多萬 扎扎實實的 所以我希望投資朋友 你要如何利用這樣所謂的一個行情 在未來的當中 所謂的我講過 最後趕底波 怎麼樣利用這樣的行情 可以幫你賺 把你之前的損失 再一筆一筆拿回來 這個就是非常的重要 再來 投資朋友怎麼去拿這份資料 很簡單 拿起你的電話 撥打我們的02-7725-1500 02-7725-1500 你撥打我們的專線 或是說 到我們的影片下方 有個連結 你點進去 填寫一下表單 幾個基本資料 我們的助理人員 就會幫你來做個服務 我希望投資朋友 在這一波 你千萬不要又壓錯邊了 已經壓錯好幾次了 從這16800 你壓錯一次對不對 每個人跟你喊到萬七 跌到15616 又一堆人又去叫你去做多 好 到最後跌到15102的時候 還是有一堆人跟你講 趕快要把握做多的機會 最後投資朋友 只有跌到破一萬四的時候 大家才開始絕望 你每次都一定要到那個最後 所以我希望投資朋友 這次的機會 你一定要把握住 如果你還沒拿到我們名單的 趕快拿起電話 來鎖取我們的名單 更希望投資朋友 成為我們的家族成員 跟著我們邊賺邊學 好我們今天的節目 就跟你分享到這邊 也預祝各位投資朋友 操作順利 財源廣進 我們明天見囉 你還在等什麼 下個富豪 就是你